這個地方 我們來探討這一段 還起天立命 我們祈求三寶加持 上天護佑 乃至於我們要改變我們的命運 都要從無師無力赤 感閣來自成感通 那怎麼樣改成自成感通呢 這個起就是祈禱 向佛菩薩祈禱 或者向天地鬼神祈禱 都要從無師無力赤 感閣 感閣就是感令 靈感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開示 所以我們這一段拿出來先探討 我們學佛修行 念佛不就是要求自成感通嗎 那這一段起天立命 當然你可以廣泛來說 你想祈福 消災 消除業障 祈求世間的功名富貴 乃至於念佛求生淨土 要離開三之六道的輪迴 或是你要消除病苦 這個都要從無師無力赤 感閣 使心地真正清淨 沒有一個忘戀 就是真誠心 清淨心 恭敬心 我們祈求活菩薩一定要足足用心 自成恭敬地去禱告 才有感令 言理如是 怎麼會沒有感令呢 我們中國人祭祀祖先 在祖先神位前面禱告 也是這個原理 心不清淨 禱告是沒有用的 有一次 連友前我到三星總業光碼一位 他是從事計程車的工作 那他得了一個怪病 就是 塑尿管被石頭塞住了 所以那個塑尿管卡住一個石頭 但尿尿不出來 尿不出來以後 尿一回流到腎臟 變尿毒症 你尿尿排不出去 那很麻煩 那要人命的 醫生束所無臭 醫生真的沒有辦法 都不知道怎麼治療 石頭也推不走 推不動 藥物沒辦法去融化它 也沒辦法動手術 就卡在那個塑尿管上面 塑尿管是很脆弱的 小小的一個口徑而已 卡在那個路口 那個通道 尿就尿不出來 尿液就回流到腎臟變成尿毒症 有病危現象 那連友請我去我就跟他開示 這怎麼開示呢 他也不是要往生 是病苦 那我就問他 我說他那時候 他說這位病人本身也不能原理 那我說這樣好了 我先到你家內 帶你家人 你的劍屬 就是你的妻子 跟你的子女 送地藏金 求三寶加持 求地藏菩薩 威德加持 讓你那個摘消爛滿 業障消除 那我就問他的妻子 你平常也沒有什麼殺生釣魚啊 沒有啊 我只是跟我父親喜歡去釣蝦 我說去哪裡釣蝦 他說到新北市坪林 我說我們都在坪林那邊普渡啊 每年的7月15號 我都在北宜公路是普渡 台灣很有名的死亡公路啊 我在民國75年 1986年 我在那邊差一點車禍網生啊 後來我在那邊發願啊 你們不要讓這邊發生重大車禍死亡 我每年都會來超渡啊 會來超渡到 有一位 閻光佛學院的大元法師 他非常的慈悲 喜歡到這些死亡公路去朝山懺悔 帶眾生懺悔 查到坪林那個地方的時候 他就感應到說 這個地方應該樹一尊地藏王菩薩 所以那邊現在有見一尊金地藏菩薩 我在北宜公路啊 超渡這些亡魂啊 從1986年開始 到現在2021年 將近多少年 已經35年 在那邊做35年超渡佛事啊 去年才請自診法則去主持這個佛事啊 感應非常殊勝 那坪林那個地方就是有河溪嘛 溪流 很多人都喜歡去露營啊 掉下 那這位三心總院這位病人的妻子呢 她就常常在那邊掉下 我說這個你要懺悔啊 造沙葉啊 一個月在掉多少 不多啦 三百多條 我說你也要懺悔啊 後來我就問說 你師兄最近啊 這段期間有沒有什麼 你覺得有做一些錯誤的事情 他說有啦 因為最近生意不好 錢不好賺 然後呢 他就責怪祖先沒有保佑 加上兒子不聽話 不孝順 他曾經就在我祖先排位啊 啊 責罵我的祖先 還拍桌子 說你都不保佑我 讓我生活過得這麼苦 他沒讀了環世信他不知道啊 他要讀了環世信 今天就不會都有這個下場啊 啊 了環世信就叫他改過啊 祭善啊 三千善 三千善 一萬善 他就會改變命運啊 他責怪祖先有什麼關係 功修功德博修博德 這跟祖先有什麼關係啊 啊 結果我就跟祖先溝通啊 我說所心也是肉 所背也是肉 那都是你的祖先啊 你不要你責怪祖先啊 你要原諒他 就像父母親原諒兒子不孝一樣啊 好不好 我就帶你家屬送地藏經回向給你啦 希望你能夠發菩提心求生極德世界啦 啊 你也不要再三惡道受苦受難啦 啊 我就跟祖先溝通 說起來也不可思議 地藏經感應真的不可思議 地藏經送完以後 大概送了 帶了一些聯友過去嘛 還有他們家屬 送完以後回向跟祖先懺悔 我還帶他懺悔 我利用那個上檢跟中檢 中檢跟下檢那個休息三十分鐘 我說來 我唱唱尾文 我跟他講說 往一首照豬肉葉 他跟著我這樣 拜下去以後 跟祖先用這種懺悔文 因為我這些都沒寫佛的 你把他唱那個 你把他唱那個 往昔所照 阿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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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唱下去 那個範拜生 他一聽 觸動他那個 他那個朋友的親近心跟菩提心 他就會發怒懺悔 他會痛改前輝 那就感應到焦了 他就會很虔誠的跟祖先懺悔 哎呀 我們只生不孝 不應該責怪祖先 就有用了 就感應了 就這裡講的 啊 起天立命 都要從無師無力刺感閣 你要用善巧方便 你不會責怪 責怪他沒有用 他沒有聽見聞我 他不懂的聖賢道理 他就是因為沒有善根胡斗因臉 他今天才落到這個下場 那你要去接引中 就必須要怎麼樣 要善巧方便 所以後來呢 我帶他們劍鼠跟那子女 送地藏經回來以後 好像當天而已啊 醫生就說 有了有了 找到一個方法了 可以讓那個斯多留出來了 很不可思議 沒有送以前找不到汪華 送了以後找不到汪華 你說這個妙不妙 印光大師說了 妙妙妙妙妙 就不可思議了 自身感通了 你念佛功德 送經功德是這樣 不可思議 這你想不出來 你言說像 你心言像 你名字像 你想不出來的 言你道斷 心形處媚 感通了 那就有感念了 我試過很多次 不要懷疑 絕對沒問題的 英文叫no problem 就怕你信起懷疑 那就不能感通了 後來就解除痛苦了 就知苦若法 你看 送一部地藏經 就讓他知道 佛法都不可思議 珍貴 不可思議 所以老實上說 古代祭世 這是大典 像我們萬人念我辦祭祖大典 那都是很隆重的 很莊嚴的 主記者要勿意栽這三天 所以我常常跟我們記主團的成員講 我們萬人念我都會辦祭祖大典 我說你們前七天要吃素 最少前三天要吃素 而且我要跟他們交代 絕對夫妻要分房 不用同房 你們懂我的意思嗎 他說知道 我說栽這三天 我都有跟他們提醒 我說火灶你會出狀況 你那個祭祖大典真的會 很多狀況來考驗 後來都很殊勝 因為他們有照我的話去做 就是老後上 要默奕在這三天 這三天修清淨心 自己關在一個小房間裡面 一切萬年放下 我們佛家講的叫觀想 這個叫做什麼 就讓你清淨下來 才有辦法起天立命 然後從無師無力 出感格 那個無師無力 用佛法來得用語 在說不起心不動念 那你做不到 你哪裡有辦法做到不起心不動念 你就用這種老後上講的 共進心 還有親近心 還有自稱心 我們佛家講觀想 祭神辱神在 到祭司的時候 切實祂的祖先神靈就來了 所以要知道 寺廟供奉的佛菩薩 佛菩薩在不在? 不一定在 不是說佛菩薩形象供著就在 如果這個寺廟裡面 勢眾同修 心地清淨真誠 佛菩薩就在 當然最重要的是什麼? 要講經說法 要念佛經進 要聽經聞法 像我們少年獎堂 海賢老爺一天播三遍 每天都送一部無量壽經 每天都念佛 那佛法農天都在 佛菩薩也在 所以每個人到我們獎堂說 你們獎堂車上這麼好 佛菩薩在當然好 就是什麼? 心地真誠清淨 佛菩薩就在 如果心地不清淨 往往有一些妖魔鬼怪 冒中佛菩薩就來出世了 這個事兒 仍然經上講得很清楚 所以寺廟裡不一定真有佛菩薩 要看你是不是 心在道上 真正為佛教為眾生 為眾生做事 以上我們是提到 起天立命 都要從無師無力自乾閣 我們做這樣的補充